最近读了一本书就叫养育兄妹 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是独生子女 我老公也是独生子女 我们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但是我现在生了两个孩子 所以我就读了这本书 有很多意外的发现 都说父母是自己不可以选择的 其实兄弟姐妹也是不可以选择的 就是父母姐妹之间是什么 怎么样的人呢 就是从一条道上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然后这个两个人的命运就捆绑在一起 在同一个环境下一起成长 受着相同的环境影响 但是他们的命运 会因为他们的出生顺序 出生顺序 来决定他们的一生的命运 通常父母会寄希望于老大 因为老大要继承家业 所以父母会重点培养老大 因此老大都是当医生当律师 比较多 然后像在日本他们做一个调查 像很有名的运动员什么 运动员基本上都是最后最小的孩子 就你家有两个孩子 他们都是最小的孩子 因为最小的孩子 他们都自由发展 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然后没有父母的那么多的牵绊 就是你家老大的话 你要干这个 父母就说不行 让你学习什么的 就是管得特别多 但是最后的孩子 就是管得特别多 要单独拿出来时间 照顾每一个孩子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希望 得到父母的爱 不是说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而是单独和每一个孩子的时间 即使你生了五个六个七个 要单独单独单独 和每一个孩子 给他们制造在一起的时间 一起单独吃东西 一起逛街 一起去玩 都可以只跟他一个人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很开心 即使是很短的时间 一起去一个超市买个东西 什么也可以 老二出生以后 老大就会吃醋 他吃醋的话 他就会变成 从反应儿时代 就会捣乱啦 或者是悄悄的 拧老二之类的 即使他吃醋了 你夺走了 我到现在为止的全部的爱 你看妈妈都不理我了 光看你 这样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抱一抱老大 我知道 知道妈妈 妈妈知道你的感受 接受他原本的感受 然后告诉他 妈妈没有忽略你 依然对妈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让孩子明白这一点 然后多看 多照顾老大的感受 然后老大的感受 照顾到了之后 老二也跟着 就会好起来 知道 否则的话老大吃 老二的醋 那么 老二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们吵架的时候 孩子 两个孩子吵架的时候 或者是三个孩子吵架 那个时候 父母尽量不要去干涉 因为孩子吵架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那种敌对的意思 可能单纯是因为 谁想用什么啦 或者什么 父母一干谢的话 他们就会有那种对错 或者是因为你 我才爱坑 因为你我才怎么样 这样的话就 家伙 救他们的敌对的感觉 父母可以说 啊 我也不爱听你们吵架 除了是你就出去 留着一圈 或者上别的房间 然后过一会儿 然后再问他们 是因为什么原因 不要说谁对谁错 只要每一个都爱慰 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过了一小会儿 他们就会 又会好起来 不 不要问题 更深刻 孩子问你 啊 你喜欢谁 我和哥哥 你喜欢谁 我和妹妹 你喜欢谁 不管谁问你 你都回答 你 我最喜欢你 正确的答 啊 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像算命 算命的 不有星座 属相 还有血型 就是算命运吗 其实最科学的 这是我看到的最科学的方法就是 你看他写了 出生顺序和命运 就是你的性格跟你的出生顺序有关 如果你是老大的话 那么你 你就会去想要去照顾别人 去 呃 怎么说 体谅别人 就是你从小就这么被叫起来 然后你就会有这种想法 而且老大一般不会撒娇 相反的 像老二 或者是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 他就会撒娇 他就想要别人去照顾他 他基本上不会去照顾别人 像老三的话 不是老三 那个中间的那个人 如果是三个孩子 老二的话 那么就上有大 下有小 那么他就会去 权衡 去都可以照顾到 而他也对两头的人 都有一些反感 都有一些反感 但是都能照顾到他们的感受 所以老二的 嗯 中间的孩子的话 是最会来事的 嗯 这样的话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长大 然后结婚 也会再反映到婚姻当中 让老大结婚了 他就还是会要去 想要去照顾家 照顾孩子 然后最小的孩子 还是想要去跟老公撒娇 或者是跟老婆撒娇 所以最小的孩子 妈宝男比较多 但不是绝对的 我说的都不是绝对的 但是是跟出生顺序有关 像独生子女 如果跟老大结婚了的话 那么他就 独生子女 一旦结婚生孩子 就会变成老大的性质 就会想要去照顾家 照顾孩子什么的 嗯 那么就跟老大有共同缘 然后跟老二 跟最小的那个孩子的话 那就会 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孩子 如果去 如果是跟中间的孩子的话 那就是互补 因为中间的孩子 他一生都想体验一下一个人的时候的感觉 没大 没上边 没下边的那种感觉 哎 但独生子女就有这种感觉 那么他们俩就是互补的关系 有意思不 这个书里写了很多这种 其实通过出生顺序来解释人生自己 那个人生命运 但父母的出生顺序也会影响孩子 你可以想一下 想一下你的父母 在他们的兄弟姐妹当中 是排行老几 然后想一下他们的 是谁照顾谁比较多 谁体谅谁比较多 谁又是那个经常杀娇 经常想求爱 那个人非常准确 很有意思 兄弟姐妹就是 不管是几个孩子 都要给他们单独的爱 充分的爱 认可 认可他们每一个人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 我还会接着讲他关于育儿的故事 最后讲一下 父母不是说在前面要引领孩子 不是说你要领着孩子往前走 而是说让孩子在前面走 父母在后边跟着保护他 看着孩子 让他自己选择前面的路怎么走 而不是说你去带着孩子往前走 所以孩子自己走可能会很慢很慢 但那是他自己选择的 所以即使是错了 或者是没有那么好的路 他也是无怨无悔 如果你领着他走 他自己没有动力 是被动的 即使是那条路是顺风顺水 他也会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意思 这就是人生 父母要做的就是 等等等等 等等 等孩子 自己选择 自己走 等他们 慢慢的长大 比我们父母还厉害 と不宜养 是的 不 gath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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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 来